当年轻人对科技有好奇 但往往被枯燥原理和陌生名词挡在墙外 当科学科技有着科普重任 却不知道如何让年轻人理解感兴趣 B站该如何发挥自身优势 帮助两者双向奔赴 让前沿科技向年轻人破壁 让年轻人爱上科技 形成讨论前沿科技上B站的心智 作为年轻人心中的学习网站 B站不仅聚集了诺奖得主 两院院士等学界权威 又有善于通过趣味方式 消解知识门槛的科普UP主 哔哩哔哩超级科学晚 发挥B站优势 邀请九位学界嘉宾 与头部份知识UP主合作 围绕航天航空 前沿科技 衣食住行等多领域 展示了球场融合演讲与实验的 硬核科学秀 实验是串联科学原理与科学科技的关键 也是串联擅长科学研究的学术嘉宾 与擅长发明创造的极客UP主的关键 以实验为体验 既能视觉化呈现科学原理 又能通过悬念 反转 增加传播信 执行上 依托IP 反常识 游戏化三大抓手 创意化呈现实验 巧用葫芦娃6娃的隐身设定 将隐身四种基础科学原理 融入六娃旧爷爷的故事线 洗发水实验中 以一根健康头发 可以吊起100克法码的反常识信息 作为实验设计核心 增强悬念 玉兔号同款机械臂实验中 让机械臂挑战过三关的游戏化设置 直观展现其灵活性的同时 增加可看性 Bilibili超级科学网创新 定义了一种全新的内容形式 让前沿科技以实验秀的形式 走到大众面前 项目在全网收获热烈关注 多平台霸榜热搜 BC双端好评 其中 越是展现衍生数片段 成为出圈爆款 单卡的抖音百万互动 全网多热搜讨论 引发广电总台 China Daily 上海科技馆等上千栏微多平台搬运 甚至成为中学生英语阅读作业 观众与媒体盛赞 科技称话能让两代人笑点掌声一致 科技行业肯定IP内格价值 中科院称 打破对科普形式的想象 乘风衣和洗发水 被用户追着要链接 完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 被全网催更的品牌营销 让实验成为检验科技的唯一 让前沿科技与年轻人不再有距离 让年轻人爱上科学科技